欢迎大家来到Handy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见到我朱斌 见到这么漂亮的环境 就知道我上来Volant 还有Ben Sir Ben Sir 其实我今天有些疑难想上来请教一下你 我买了一部卡式DAT 一直都是听到CP 我想在CAS方面深入点玩一下 其实我需要些什么呢 如果我们在CAS CAS的CAS我们都以一个 叫做CMate Audio Source的形式来训练 基本上我们可以有两个不同的层面去看 可以以一个Streamer的形式 或者是以一个 All-in-One Music Server的形式 配合在你的卡式DAT 我们很多时候需要一条网线 去到一个Streamer或者一个 Music Server 另一方面需要用另一个Digital Interface 尤其是USB线或者是同轴或者AES线 连接到Nagra的卡式DAT 令到数据可以串流到解码器输出 基本上就是两种形式 一方面就是Streamer或者是 Music Server 我想请教一下 你现在家中有没有NAS在吗 是没有的 好 如果譬如说没有NAS的话 我有时候就会建议一些 师兄玩一些All-in-One Server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香港现在都有些土地问题 如果我们要加一个 AS牌也好 Q牌的NAS 可能遲些就想要加一个线性问一下 然后又有一个Streamer 又要线性问一下 所以说 其实占的客厅位置都会比较多 可能都会比老闆多话说 当然 如果一个HIFI价格 可能都没有那么多话 是理解的 所以如果在这种情况里 如果你说你还没有选择NAS 其实我反而有时候 就会建议一些 All-in-One 三合一的 Music Server 直接以USB 或者LAN 输出 反而更加直接 更加 省卖一些 通常这类型的伺服 都会有几种功能 有Storage 可以坐到一些歌 有做到串流 可以做到VIP碟 VIP那些Audio CD 以及直接以USB 或者LAN 输出给Nagra的卡 对 这个可能 如果我们都关注土地问题 的话 All-in-One Server 可能会更容易 满足到你的需求 反过来问 你觉得Streamer 会比较难 少许 Streamer的变数 是比较多的 玩得好 其实一样可以很好 Streamer 即是说 我们家中 可能做NAS 那NAS 就作为 存放多曲的地方 可以通过网线 去回我们的Streamer 然后透过数码的 数码 应该是可以 配合你的卡式 如果是这种情况 很多时候 无论是NAS 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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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或是 在这种SWITCH 之后 有没有网线 那条网线的质素 和Streamer的质素 每一个小小的环节 都会影响你最后的滑声 这样玩得好的 可以玩得很精彩 也不是价钱与高低的问题 很多时候 就是要花多很多心思 把这些微小的小过分 玩得精细 所以很多时候 会玩得很好的 但是有些声音说 我不是很想花这么多时间 在每一个环节 试不同的线材 这样的话 我想找一个 我听下去 我在店铺里面 听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我可以比较有 大一点的保证 回到家里也有同一个效果 反而是一些 你会容易 可以拿回 一个八九成的 和在试音室里面 听到一个 比较相似的 表现 如果不是 书米有时候 在他那里很好听 但你又未必知道 其实他 在家里面的 基建里面 拖了多少时间和成本 对 对 所以 玩得很好的 两边都有师兄 是玩得很好的 但是 看一看每个人的 IT的背景 和他想花多少时间 去做这些事情 没办法 是的 好 再问 如果我想再玩得拍烧 或者和观众讨讨论 会有什么 的部分 或者是 有什么需要注意 在第二部分 进阶 或者是 如果是 音乐伺服器 的话 其实 因为他全部的东西 都是他自己的 即是 Ripping 又是他 Storage 又是他 基本上 你需要 去关心的 可能只是 电源线 或者电网线 或者USB线 基本上 五部 会很影响 另外一个情况 例如我们刚才提及到 Streamer的情况 我们想找到 发烧一点 那一条 Line 会很影响 然后 For Audio Switch 如果在Wilder 和Streamer之间 加上 For Audio Switch 让Clock 又漂亮 或者 Background Noise 又少一点 Streamer又会好一点 或者第三方 就是 NAS NAS 有没有做线性菌 有没有转SSD Wilder 有没有转SSD 这些所有的环节 其实都蛮影响 影响的 那几个环节 都可以加一些 更漂亮的线材 或者线性菌 令整体的效果 可以提升 那好了 如果 就着我 现在的 案件 你会有些 音乐传统 或者 Streamer 可以提升 如果市面上 就着Nagra 一部 或者 可能你会上 HD X 希望 希望 是的 其实有几个 音乐传统 的音乐传统 可能是英国的 Indios 里面有些 音乐传统 也是三个一 或者它再 升级它的 旗艦 或者是 去到 荷兰牌子 Type Audio 的SGM Extreme 都是可以 你考虑的 音乐传统 它很多时候 都只是需要 你一条 网线 电源线 和一条 USB线 就可以完事了 你需要 去考量的 那些 线材 就更简单 去到你后期 比如说 我可能都会玩 TITLE 或者是 Covus 的时候 你也需要 那时候 再考量 如何 升级你的 Lens 反而 很多时候 我会见到 Inios 和 TITLE 音乐传统 都是一个 不错的 音乐传统 的选择 配合 Covus 只要说 好像有点闷 不如Ben Sir 和我们示范一下 音乐传统 播歌 给你听 好 好 音乐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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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完歌回来 Ben Sir 听完歌回来 我当时想了一会 我都觉得 演一个Streamer 好像我想玩多些 因为我都希望 想拍到 或者Covus 平台 因为歌真的很多 又方便 我都想从那个方向来玩 有什么方法可以玩得漂亮 和容易玩一些 简便一些 其实如果玩串流 无论是Tidal 或者Covus 其实很多时候 都在那个 网络基建方面 加上的网络基建方面 就要花点心思 很多时候 比如说 是一些 音乐传统 或者是 一些 线性稳辣 供应 使用 软件 软件 和软件 连去你的音乐传统 或者是Streamer 的那条 线 其实都 很影响 最后的音质 因此 如果你说 可以下一步 当我们想去 再做一个升级的时候 就可以在这个环节 再花点工夫 一步一步做 那 是乐趣来的 虽然 可能要花多一点时间 但是 你得到乐趣 如何去升级 Title Focus 这些串流平台的效果 其实都显著 明白 有些东西真的不能行得 都要自己下手下 看看分别是如何 对 因为很多时候 器材 也好 也好 都有自己性 在我这里觉得 不错也好 配合在你家中的那对楼 和在我这里的时候 始终都有少少分别 有时候可能不同线材 都要自己混合一下 才能够更好 Title和Focus 在这方面 网线的分别 影响音色 也算大 另一方面 就是Walter 或者Ford Audio Switch 的供电 或者有些师兄 可能会玩光达 在Ford Audio Switch 或者在Ford Audio Switch 再做其他部品 也有的 这些都会影响了 你做串流的效果 明白 好了 我的问题 就解决完了 如果大家再有些问题 可以用Ben Sir 聊聊天 听听歌 Ben Sir 可以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大家记得 参加订阅 点赞 订阅 和分享给朋友 今天到此为止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